TVB把三个女人一个音放在周日播放,不是为了雪藏黄志文,原来是为了。 三个女人一个音播出街已经有三个星期,再出出被誉为一套仓底剧,事关的却是百祖年半才播放,而且还要放在现位实验阶段的星期日档期。 明显TVB并不看好这套剧集。 不过三个女人一个音却异常争气,头两个星期的平均总收视录的18.3和18.8点,比起上一套的幸在友情平均约16.6点。 在上一套一样由黄志文主演的杂景奇兵,有平均约17点都要高。 所以大胆假设,三个女人一个音如果放在显日播放,收视一定会高起,甚至要高过刚刚播完的播视早晨和无间道也不足为奇,更有一点踩过街的味道。 觀眾似乎接受到三个女人一个音这套剧集,剧照。 黄志文眼活多重人格。 收视是客观数据,网民的意见则比较主观,不过偏向的评价都是赞好 究竟这套剧为什么可以如此得人欢心? 首先想说演员方面,黄志文、Man Bay,饰演一个有三重人格分裂的角色 一个人有三种性格,专业而强势的大律师,放任好闹的豪迈女子,怕世间同情心泛滥的宅女 要做一个有双重性格的角色并不容易,做三重更加困难 但Mandy的却能够将三个角色都演得入行入阁,做一个大律师时充满自信心,做一个猎女时也演得够放,宅女则是怕世的令人讨厌 饰演多重人格从来不是一世,剧照,两大男主角演技进步 其实除了Mandy能够感觉色演得入行入阁,袁伟豪也相当之出色,作为一个见习大律师 他并不是用一个专业形象试人,而是以一种死缠难打无赖式的存在 观众可以体现到他的视景一面 陈志一直以来都是高富帅的形态,虽然今次剧中也是这个设定,但是给他添多一项挑战性的性格,就是胆小怕世 有人会说有点过分浮夸 不过那一下惊吓的反应其实看洛基有趣,而且比起他以前只会chalk助讲对白 这套剧多了很多即时面部表情,而且并不生硬,看得出他的进步 两位男主角友好的发挥,剧照,黄志文得不到高层信任 黄志文尽期已经有两部单正的剧集放在星期日播放,包括杂警骑兵和三个女人一个音,亦因此被封为周日女皇 不过Mandy在这两部剧中都有出色的发挥 亦因此很多人替他抱不平,认为他单正的剧集应该放在今日而不是星期日 但根据消息,TVB这样做是有解释的,是他们认为Mandy仍为构叫做力曲担当一套剧集的女角色 因此要将他的剧放在星期日试试水温,等观众们将他的配角感觉慢慢喜去 然后再把他当作女主角力捧,情况有点像当年的胡定心和现在的唐诗勇 这套剧集到现实为止的反应尚算不错,而Mandy亦有希望凭此剧从而得到高层的信任 而在三个女人一个音里,看到了踩过界的影子,虽然两套都围绕法律 但并不是想说这两套剧的剧情相似,相似的是一种沧海遗珠的感觉 王浩信在踩过界中有惊人的发挥,Mandy现在意识,踩过界在网上风平适好 三个女人一个音一尊从旧路,踩过界一开始收拾高收季间一直保持水槐 希望三个女人一个音也可以令观众刮目相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